2014年 Ovo在北京成立 开启了中国的共享单车 解决通勤最后一里路的单车 却也造成各种乱象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这一期的经典杂志里面 放了一个很大的篇幅 谈什么呢 谈单车在中国 过去中国有世界的一个 单车王国的一个亚称 但是最近的一个中国 在将单车放上了国际新闻的时候 是他们的共享单车 所造成的规模 跟后面引起了一连串的一个形式 有位来宾在我们现场 就是我们这篇的作者 我们的金琪琪 琪琪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金琪琪琪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硕士 曾任《明报周刊》 《端传媒》记者 以及香港独立媒体特约记者 目前为自由撰稿人 在博客天下 南方人物周刊 《端传媒》 《明报周刊》 报导者 关键评论网 经典杂志等 中港台三地媒体发表文章 站在各国街头 不难发现 共享单车已席卷全球 最早欧洲开始流行 有装饰共享单车 在规划的停车区域 建置停车桩 使用者只能在此借还车 随无线网路的发达 物联网 手机支付等技术的成熟 中国大陆推出 无装式共享单车 摆脱固定停放点的束缚 实现随停随走 随取随用的共享理念 车区域 2014年兴起于北京的Ovo 2015年在上海成立的Mobai单车 是现今最大的两家共享单车业者 Mobai至今已在全球投放800万辆共享单车 Ovo则计划在2017年底前 投放2000万辆 这几年来从中国进到几个大城市里面 基本上是不停地塞车 不停地拥挤 相对来讲脚踏车变少了 但是这次你写的这篇单车复兴在中国 是有你自己的想法 是想把现阶段的我们先谈到了一个 中国出现的共享单车这件事情 所引起的事情 你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爬梳 一个调查是不是 共享单车这个题目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他的媒体 他自己的媒体 他是已经做过非常非常多的报道 所以我在想说 除了是从什么商业角度 产业角度 环保角度去切 我想有一个整体的 可以看到比较全面的很多面向的问题 有的人说 希望他能够达到一个节能减排 然后解决城市拥堵的目的 但是也有的人不喜欢他 那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 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隔空的对话 产业方面你在跟这些业者对话的时候 他是对什么东西有所强调 又什么东西有所隐瞒 他希望你帮他去宣传什么 就是我觉得讲出这些东西 也是很重要 这样才能看到一个真的单车复兴 是真复兴 还是就是打引号的一个复兴 听懂 在三年前开始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当时他有一点像横空出世 是 没有人预料到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其实自从中国政府去提倡互联网家 或者是青年创业 科技创新 软实力这些东西之后 他开始有很多的国家资金去鼓励青年 去做各种各样的创业项目 提出非常多创新的点子 然后去实践 他只是当中的一个 其实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东西会成功 因为有很多其他 你比如说最近就很红 快递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那种东西 那他就没有像共享单车这么的火爆 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是 大量的投放在街上之后 几乎没有哪个城市的政府 是说抗拒这个东西的 然后对普通的市民来讲也是 你感觉好像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或者小时候 骑单车的回忆 然后对上班族来说 突然就有了一个解决拥堵的方式 然后有的人拿他去减肥 登山 去这样子一下子的开始 所以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看好 所以资方也是大量地去帮他们融资 投入资金 像我采访当中遇到那个 中国最大的单车代工厂 天津富士达他的经理 李经理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方 他拿着钱不知道要投哪个好 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他一看势头这么好赶紧去投它 所以有大量的资本涌入到这个行业进来 然后就是给这些年轻人 其实也是压力 然后也是叫做给他们打了强心针 他们又觉得我们有这么多钱 我们可以放大手笔做 我们做一千万两千万两 偷偷看 看会怎么样 这个共享单车 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那突然在中国来讲 突然涌入太大量的资金 然后就变成单车 可能可以从小规模的实验 就省掉这样的过程了 直接变成大规模的涌入 整个中国就多了几千万辆的 一个各个品牌的共享单车 在所有的大街小巷里面 那这个概念上 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交通工具 又没有污染 这大家刚才也都赞成了 但是之后呢 第一个事情是 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交通工具 不像台湾的UPAC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通勤搜索用的 它只是非通勤时间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要通勤时间用到这个单车 那数量要非常非常的大 在大城市里面几千万辆 那通勤完了 天风起过后之后 它放到了半风之后 那单车怎么办 这就是开始出现的问题 对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叫峰值效应 比如说像我们有特地去观察一些 这种状况特别明显的路口 以及地铁站 像很明显的 比如说像北京的中关村一带 因为它是中国最集中的科技创新产业 然后这些大量的办公楼 就是办公楼写字楼都在那里 所以在差不多早上七八点 或者是下午五六点 这个高峰的时间 你就会看到地铁口摆满了 那是共产战略公司 有意识地去做这样的调度 他们会开那种小卡车 然后大量地去把这个 通常派到那边去 然后一定要在五点前放好 就一排一排全部都满 然后等下班的人潮涌出来 全部都被骑走 就是它有这个效应 但是问题是骑走之后 它散落到各个住宅的区域 然后那就要看你 自己决定去怎样摆放它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心情很好的 想要去遵守一下公共功德 那你可能就一丢 或者是你觉得这辆比较好骑 我把座位调到我喜欢的高度了 然后我也觉得它的轮子 可能就是比较新 它可能锁在自己家的停车场 或者直接扛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因为它就觉得那这辆最好骑 我长期使用这一辆 对 我就长起来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张很精彩的画面 这就是乱停放被那个什么 你们那边部分就要类似 把它集中排放的地方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抽象画 对 然后你会看看 第一个还要跟观众朋友做说明 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简单告诉我们共享单车 这个每个颜色代表了什么事情 好 像这里应该是 最主要的橙色那一块 中间的 那就是膜拜 膜拜的主色是橙色 然后看到黄色的 就是awful小黄车 然后蓝色的 有可能是现在已经死掉的 小蓝单车 是 所以我们大家简单地想说 这就是曾经最精彩的时候的 大城市里面 所有的共享单车的品牌 拥有者之间的战国时期的 互斗的一个情况 对 然后互斗的情况之后 他们也衍生了他们这些使用者 用后之后 用后急丢 然后就被类似围掉单位 就是他们拆掉大队或怎么样 把它放到一个地方统一安置了 是 所以这些等于是一个共享单车的什么 坟场 单车坟场 这种的话其实 就是根据各方的讯息来看 它其实不全部都是围停的 因为其实它是城管负责去收车 是 那城管执法有时候它缺少监管 或者是它为了短时间内快点完成任务 就比如 就把很多车子就一网打进 对 上级就跟他讲说 这一片的路面你给我清干净 它就不管你是好好停还是乱停 不管你是好车还是已经破的车 它全部都给你扛过去 然后丢在那边 对 有些是这样子的 是 2009年台湾开始设立共享单车 如台北的U-Bike 台中的I-Bike 台湾民众对共享单车接受度高 吸引了新加坡外商公司 来台设立无装式共享单车 O-Bike 却因占用停车位 乱丢破坏等现象评传 引起广泛讨论 中国大陆这三年来 路面上已出现1600万辆共享单车 用户规模达1.06亿 其中违规停车 甚至蓄意破坏层出不穷 经常会遇到的是二维码的损坏 然后可能电板的一些损坏 然后比较少会遇到思索 但是会有的 热心的民众 组成了志工性质的单车猎人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单车 是不能放在小区内的 或者有些人是明智不犯 把这些车放在小区内 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说 去把这些车来进行举报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车是不能停在这个区域的 同时我们也是把这些车来停好 6000年前人类发明轮子 1817年出现第一台脚踏车 19世纪末单车进入中国 推升20世纪的中国成为自行车王国 如今共享单车盛行 如何透过共享来降低汽机车 建构公共运输更加完善的低碳城市 仍然考验使用者 业者和政府的 共同合作 景板他有乱象 那支持他的人还有 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谈到很多 他们各地成立的一些类似 制工队 对 对这个共享单车 他们的意义是要干什么 其实我们主要采访的是上海的一个叫魔族猎人 他们就是膜拜的魔 然后他们自称为黑夜的猎人 就是去捕猎 他们的猎物就是这些被乱停放 或者被藏起来的共享单车 是 听起来是一个很提倡功德的一个志工队 但其实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 其实会感觉到 他们是提倡要改善这个东西 但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基底 他们的主要的 作为根据的论点 他们还是觉得中国需要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在中国可以好好的发展下去 然后我们再把它作为中国的产品 推向全世界 是 对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今天为止 过去那个百家真名的时代 已经不再存在了是不是 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下两间 最大间的 在彼此在竞争着 也不是说只剩两间吧 就是也有一些小的 但基本上你就是会连他们的名字 也有点难想起来 是 但你会在街头看到一些其他颜色 就是头发的车还在 那也有人还在骑 但是你大量看到就是膜拜跟OFO 前段时间是刚刚死掉一家 公司是蓝色的 是 叫小蓝单车 是 然后英文名叫BlueGoGo 其实就是在单车的性能上的话 像杰安特他们的专业人员 有向我就是透露说他私人的测评 他觉得这么多共享单车当中 最适合你去长时间骑行的 还是BlueGoGo 因为它有变速 然后它比较 骑起来比较舒服 因为他说像那个 其实像摄影师应该有体会 他跟我讲过很多次 像膜拜跟小黄车的 就是它的架构 它的组装架构 车身很矮小 轮子有一点小 因为它要小孩女性都可以用 然后你就算把座位调高 要调到最高 可能你也是觉得不够高 然后因为轮子小 所以你踩一脚就前进一点点 所以它慢 然后杰安特的专业人员就跟我说 像这样你的膝盖会很受力 特别是上坡的时候 就其实骑行十几二十分钟就 很累了 就很累了 不能其他上山或者运动 会对你有损伤 其实像后来文章里面 我觉得花了一段时间 回到那些在北京过去 还有一群喜爱老单车的 单车俱乐部 他们以收藏跟展示来为荣 我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 大家讲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讲 单车最早进入中国的历史 你是不可以忘掉这群人 是 因为为什么一个人 会无缘无故地想要收老单车 是因为他有童年的回忆 是 不只是自己使用单车的回忆 还有他童年 像采访的这位常先生 他住在北京 他有非常清晰的小时候 他看到街上有怎样的单车 然后因为他的家境稍微宽裕一点 他是同学当中第一个 因为我单车的人 那时候是多么的洋气 多么的骄傲 然后他那个二八大杠 就是前面那个杠非常高 像是照片一样 不像现在女士单车前面凹下去 这样子 你就比较好跨上去 这个是很难跨的那种 他就可以前面那条杠可以坐一个人 他后面再坐一个人 他一个人载两个同学 从北京的郊区骑两个小时的单车 骑到工人体育馆去看足球赛 然后非常的洋气 时髦 他自己跟我讲的词是很时髦 所以到单车落幕的年代 那其实不只是单车的时代过去了 属于他们的青春的时代也是过去了 他会很怀念这种东西 所以像他 然后还有一位是北京第一家单车行 他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 他买过他们家的自行车 然后他的车行是叫俊济车行 现在已经被拆掉了 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就是在北京有钱都不能买到的一个位置 西长安街 就是在天安门就是在长安街的中心 那他以西就是西长安街 那边已经被拆掉 那个时候他们家是进口英国的 德国的零件 然后自己去组装 他们老北京话叫传车 就是把那些零件都传到一起 变成一辆车 然后一辆车上可能有 来自不同国家的零件 你按照自己的喜好 你喜欢大轮子 你喜欢小轮子 我喜欢这样子的零 我喜欢那样子的零 去组装 像他也是受到家里的影响 他完全就是听他家里老人 在吃饭的时候去讲 我们小时候 我们柜上怎么样 柜上怎么样 柜就是指的他们的店面 是掌柜 就是那个柜 我们柜上怎么样 柜上怎么样 然后就讲到那些车 然后家人聊天总是聊起这些 他就觉得 那为什么我出生的时代 好像已经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会想要去回望 去挖自己的家族历史 其实他年纪比我还小 然后他是一位中学历史老师 他非常的忙 可是我们跟他一起到西单 去找他们家车行 原来位置的那个下午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他在街上抓 然后大爷 您是这一区的吗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去问 然后您是老西单人吗 然后就问他说 如果对方说是 他就赶紧问 说您记不记得 当年这里曾经有一家 什么样的车行 我给你看照片 问了好多人 是 但最后是没找到 对 了解 对 但是这也是历史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轮转的历史 但是回过头来看 我们就是像这个的 这种无助式的共享单车 实际上照你来讲 是Mobile还是把它推到 全世界各地了 有没有想到他们在其他 欧美的大车 美国人的大城市 他们的状况是如何 其实像Mobile 他一直想要推全球化 然后他还想要跟Apple Pay之类的 国外的移动支付去合作 因为人家没有支付宝 是 然后但是他们推出去的 我觉得到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概念性的 是 你可能有一百辆 或者几百辆 投放在纽约大城市 然后有一些用户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公关照 然后拿出来说 我们进入了这个市场 但其实能不能推广 还要看将来 而且就其实在国外的市场 不一定没有别的共享单车 是 比如说本国的 就是像有一个 也是行业内人士 他叫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但他告诉我说 Facebook跟苹果 也在投资共享单车 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公司 他们想要去国外发展 还是你可能要考虑到 当地他们是有一些优势 你比如说像欧美人 他们身材比较高大 那你是不是轮子会太小 对对对 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他们会不断改进 设计不同的车型 但是我觉得未来要看 是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年轻族群 在中国看到这个共享单车 以你所采访的人 他们都希望这个继续存在 还是觉得不要它存在 自己有干车 才是一个王道 其实不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说我们去讲说 不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到的 那些行业的从事者 就是像那个摩迪斯基 然后像传统的自行车行业的 这些人 他们肯定是不希望 因为那会抢他们饭碗 是 就我们去讲普通的民众的话 但基本上还是觉得便利 那就希望它继续存在 是 像真的有刚需 有时候是刚性的需求 非常大量的需求就是 对 而且是真的 我采访一些很 就是它处在社会的 比较中上阶层 然后它自己完全有 对这个社会 就是交通规划的宏观的认识 它也知道这个东西 这资本泡沫 有时候可能不是很稳定 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它还是会去用 是 因为它真的需要 听懂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必须来 有一个画面在这个地方来 过去的单车 如果不用共享单车的概念 你在每从你家 住家门口到捷运站 这个地方的单车 就是一个问题 捷运站带到捷运站的出口 从捷运站的出口 到你上班的地方 这些都是不见得 你双脚步行得到的 所以以这样的概念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以共享单车 大家不用买那么多辆单车 去继放 在空间上 在效率上 都可以赞成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还是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放单车的地方 要有很好的一个功德心 所以我是觉得 实际上它需要背后 有很多的软件来负责 基本上 如果能往着大家的 城市的灵排 我们讲的灵排放 大家就有一个很好的空气 可以来呼吸 可以看到蓝天 我想是大家所祈求的 也期望这个共享单车的理念 真正的落实 我想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远景 谢谢我们琪琪 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报道 也欢迎下周团队 去收看我们的 经典.tv 经典杂志 12月号 绿岛潜水天堂 绿岛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 娇小迷你的豆丁海马 经验外国潜水客 2020年 绿岛将打造成为 全球最佳潜水旅游地 变身国际的潜水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